嗨 大家晚安 我是無界 今天要繼續來實況啦 比小心 我與博士的暑假無法結束的七日之旅 算是無法結束喔 但應該差不多要結束了吧 因為我們已經把報社升到五星了 怎麼說應該都會有事件發生了吧 有人加入嗎? 還是沒有 拉麵店老闆什麼時候才要一起來跳早操 有了 今天來了 昨天的次 大家也要一想深呼吸 一邊轉一邊 二 二 三 那 請給我 我要吃蝦 我要吃蝦 昨天叫我們今天派人去採訪他了 那如果是大人與小朋友中間的Lalako去的話呢? 喔 那就不錯喔 欸 什麼什麼 要叫Lalako去採訪博士嗎? 木曜的朝食後 Lalako就一起去訪問博士博士 恐龍帶來現代的時光機喔 我的時光機能帶過來了 不只是恐龍喔 也可以帶人過來喔 而且我已經好幾次實驗 也確認可以成功囉 所以現在這個世界上有人是從那個時光機過來的意思嗎? 怎麼可能 真的喔 而且我已經做了很多次了 其實小星也是喔 蛤? Lalako在教授上詳細的事情 我也是博士帶過來的 Lalako問博士更詳細的事情 小星第一次使用那個相機的時候 就已經進入這個時空裡面了 所以我現在是飛到他們的記憶裡了 他們現在還在討論怎麼要讓恐龍回到古代喔 嗯 沒錯就是這樣的 要找一個路標喔 蛤? 可是他不准讓恐龍回去喔 蛤? 蛤? 因為恐龍呢 是為了展現他的技術力而叫到這個世界來的 啊 原來如此啊 只要有在遠古時代的那個記憶的話 這是讓世界回復正常秩序的唯一方法 那要考慮的是Lalako的宿題 已經成功了 很抱歉喔 現在取材到這裡結束 她剛才說Lalako總是好像沒有什麼幹勁喔 今天突然好像拚了命一樣 剛才訪問有一個東西她沒有說到 什麼東西呢 如果她不是自己使用時光機的話 移動的地方是她跟她母親還年輕的時候啊 就是這張照片的時代 回憶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唉呀 對幼稚園兒童呢 一個人講那麼多話 所以博士已經回去過去很多次囉 應該是這樣的意思吧 好 那我們 唉唷 又要恐龍大會了 這次我就不覺得我可以贏過他們呢 還是我們再來去十連抽 先抽看看能不能拿到什麼很強力的卡片 我們再來挑戰好不好 我們直接買20盒好不好 我現在錢那麼多的對不對 喔 這就是 那 拜拜 拜拜 我們餅乾都沒什麼吃到 可是呢 我們需要這個卡片喔 你怎麼會有五星的? 開 該給我一個五星了吧 你怎麼會有五星的? 你怎麼會有五星的? 不要我們鄉下地方就不給我們五星卡喔 這個廠商這樣不行喔 你怎麼會有五星卡? 有了有了 四星卡 全部加六十 我五星的比較強 全部加八十耶 不要這樣子喔 我買二十盒沒有五星卡嗎 不是吧 不是吧 我要三百十啊 我們錢應該只能用在這裡吧 我們錢應該只能用在這裡吧 抽卡抽卡 跟手遊一樣啊 課金課下去 有了 抽不到 有了 有了 又是四星了 啊 必殺技攻擊加一百 好像很強耶 可是那也要能用啊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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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抽到好卡耶 好吧 沒有抽到好卡耶 好吧 我來了我來了 我來了 這些人都感覺有夠強了 第一站就Lalako 他那個巨大鳥也太強了吧 這次我要選暴龍 SP攻擊加一百 我想要全部能力加七十 可能血沒有加 好算了 就這一個 就要吃了 嘩 嘩 嘩 他不會一回戰就輸了 來吧 嘩 看一下Lalako呢 他的剪刀最弱 所以我覺得他應該不會馬上出剪刀 但也有可能因為這樣子他反著這剪刀 出剪刀 所以我們出石頭比較安全 好痛 這樣的話我們就出剪刀 我好像開始抓到這個要怎麼按 好痛 這也不行 繼續出剪刀 不是吧 我要輸了耶 好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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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就要用SP了 Aiko Aiko 好痛 勝利 燃熱的暴力 小心 好痛 哇 糟糕 這樣有辦法贏嗎? 所以我出石頭 我從來沒有拆對過 太難了啦 我們也要做的啦 要怎麼贏? 殘忍 我很不會玩這個欸 要跟電腦在那邊猜她的想法 你今天怎麼在外面 怎麼了阿姨 那麼喜歡我嗎? 很喜歡喔 她說她想要送我禮物一直支給我欸 就像白賀的報恩 一直躲在家裡支喔 喔 可是我沒有救賀欸 但是謝謝阿姨 欸 這個是內褲嗎? 不是啊 哈哈哈哈 塔ペストリと言って大きな布 欸 這是什麼 大的布 這個布的名字叫塔ペストリ 是什麼東西 欸 我們獲得了一個東西 還是我們可以在繪圖日記這邊看到呢 哇 好可愛喔 很像毯子耶 瑜伽墊的東西 再來呢 我最關心的就是我那塊農地了 我們來去農田那邊看一下吧 嗯 希望這次來得及收成喔 我覺得故事好像已經開始在收尾了 也許這個禮拜就可以 小心就可以平安的回家 我覺得這個地方真的很不可思議 因為它這裡是可以釣魚的 可是我從來沒有在這邊看到有魚影欸 欸 有欸 耳丟下去才看到欸 所以不能相信眼睛所見 耳先丟下去再說 蛋都是釣過的魚喔 欸 搭纜車上來 之前都只有搭下去喔 還沒有搭上來過 嗯 這邊感覺 感覺會有什麼事件發生才對啊 就這個 噴火口這裡 不知道之後的劇情會不會走到這邊來 我覺得最後應該還是要用 Lalako他們那一本繪本 因為那個恐龍 感覺就是從那個繪本出來的嘛 所以可能也是要借用那本繪本的力量讓他們回去 我猜 今天是哪些記錄 看來看 這是中間的記錄 欸 不錯吧 欸 這個梅子的新聞怎麼只有一星呢 三星的有兩個 欸 又多了三百六十八人了 欸 梅子梅子 這個新聞報社應該已經夠大了吧 可以跟我約會了吧 喔 來了 有事件了 如果這情況是劇場的話呢 就會有這樣的旁白喔 喔 終於從CAP那邊得到了要約會的約定了 啊 居然是要在那個食堂一起吃吃飯喔 太好了 啊 梅子的想法終於傳達給CAP了 啊 但為什麼這樣躲在櫃子後面 看著CAP了 非常有朝氣的梅子 然後呢 梅子突然想起一件事了 如果報社變大的話 嗯 要拿小星來當作預約練習喔 嗯 梅子呢 要守護跟小星的約定 沒問題吧 芯仔 約束通通 我只能送你跟我約會 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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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 耶~~ 耶~~ 巧妙子嘛 欸~~ Boujade 所以是立派的五歲兒 請不要阻止我跟梅子的約會唷 今天是晚上了 現在是白鷹來迎來 現在是白鷹來迎來的 請給我 請給我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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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還在吧 那是白鷹中的蛙子 從狀態中的蛙子 從狀態中的蛙子 但是姊姊想知道是大男人的心情 等一下等一下 難過 怎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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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唉唷 我每天晚上都在幫你 幫你叫拉麵 這樣明天還會有嗎 最壞的情況就是我要重玩 希望明天這個事件可以再用一次 梅子一定是故意挑這種 這個小鬼等一下應該就會被抓回家吃飯了 所以我們這個時間來約定好了 然後發現 他果然被抓回家吃飯了 可以不用約會了 不是吧 不是這樣子吧 那我們今天先睡覺好了 哇好在意喔 希望明天可以跟梅子 好好的約會 欸沒有人加入 這麼出來梅子也沒有來一起跳過早操欸 然後出來 我覺得今天會到 那是不得了 今天要是昨天 大天 月一賽 熱呼吸 車回到 一、二、三 一、二、三 中更 那麼… Lalako是從那本繪本找到了過去的記憶 過去世界的記憶 果然 那是不可思議的歌 王在睡在地上 在往沉睡之地而出現的恐龍 戀愛的少女 姐妹呢 帶著伴侶站在那裡 在屋頂上生火嗎? 點火才對 什麼意思 這是古代九州的繪本 一彼此村子裡出現恐龍的畫面 從博士那邊聽到的話 目前為止的時空問題 應該都是思念或記憶 而產生一個標誌 所以只要把這個畫面用大家的力量重現的話 就可以有那個記憶點 有那個記憶點之後再來發動博士的 時光機的話 恐龍應該就會回去了 原來如此 在王城日之地出現的恐龍 從這邊把恐龍移過去那裡 但是戀愛中的少女還有姐妹 跟她們的伴侶這些角色需要 男女三人合計要六個人喔 只要演那個呢 姐妹的話就是我跟你啊 那伴侶的角色呢 那當然就是姊姊你的伴侶三郎啊 欸? 有辦法拜託她這種事嗎 還有戀愛中的少女那就是梅子嗎 那她的對象當然就是卡普啊 你在說什麼啊 真的嗎? 她們姐妹贊成欸 她們都希望忘掉媽媽的事情再婚欸 你們都沒有想過梅子 比你們還小嗎 梅子可是很漂亮的喔 不能當我的候補嗎 不行 今天晚餐的時候 要拜託梅子來演出戲喔 你就是梅子的伴侶喔 你跟三郎呢 怎麼了呢 她要跟三郎結婚了 所以爸爸你也要變幸福喔 太突然了吧 好 我知道 我今天來跟梅子談一談 那我的對象呢 那當然就是我啊 小鮮很失望 好啊 看來 真的 走向結尾了 咖哩店的 喔對 她是咖哩店 我一直以為她是拉麵店 我一直講錯欸 她說她有煩惱喔 希望有人去傾聽她的煩惱 她在煩惱手裡這樣怎麼丟嗎 哈哈哈哈 Makibishi是什麼 我不知道欸 我家的代管還有32年 好吧又是諧音梗 好吧Lala快去看一下好了 那我們等一下在人法咖哩那邊集合吧 不行 人法咖哩在那之前呢 我要先去見一下梅子 等一下我們昨天的約會還沒成功啊 等一下梅子梅子梅子 這個跟約定不一樣啊 我沒有看到約會畫面欸 梅子不在 她在車站那邊等我 我們馬上去看一下 來了來了來了 梅子可能還在車站等我 我們先去車站 人法咖哩待會待會 人法咖哩他們已經在那邊等了 怎麼辦 那些人還在這呢 那些人還在這呢 我只是一分不合我 那些人還在這呢 我把人家在這呢 那些人還在這呢 欸 來了來了來了 欸 還好可以補救 還好可以補救 阿 從這裡開始發生了很多事情了 阿 從這裡開始發生了很多事情了 骨頭骨頭 骨頭 他一開始在這邊挖掘的打工喔 那些人還在這裡 然後因為這樣的契機才認識了Katp 人生會發生什麼事都不知道呢 真的是這樣子 沒想到可以挖出恐龍的骨頭呢 接下來我們去懶車車站那邊集合吧 啊你就不跟我一起走嗎? 等我一下喔 我要闖平交道喔 踢斷的聲音 危險了 先進一步 他不讓我闖平交道 欸 欸 居然可以看得到這樣的畫面 所以大家懶車人就可以看到博士家裡長什麼樣子了嗎 耶 真的有約會的感覺喔 你開心嗎? 我只要跟姊姊在一起做什麼都開心喔 啊 真會說話呢 哇 想不到這裡是約會的場景啊 這個這樣的畫面如果是戲劇的話就會流出這樣的旁白 每次都講這種 卡夫跟梅子終於心情相通了 卡夫跟梅子終於心情相通了 但是梅子呢 為了要跟小星 約定喔 人生的第一次約會對象就選擇了小星喔 人生的第一次約會對象就選擇了小星喔 就這樣小星無法實現的戀情變成那樣一朵大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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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星要哭了啦 這樣利用一個五歲的人 很開心喔 小星 那麼我要回報社了 好 那我們可以去找咖哩店老闆了 誒 我來了 有什麼煩惱呢 老闆 怎麼了 誒 你們也來了 春日部防衛隊 不是 是阿斯偶防衛隊 來了來了 你們很慢喔 因為好像很有趣所以我們來了 今天有什麼事呢 百聞不如一卷 那麼 我們請銀河先生本人來說吧 誒 你們是電視的報導嗎 新聞記者啦 最近為了繼承家業 我多少有一點意識喔 銀河呢 長年研究而來的 自豪的咖哩呢 銀河呢 長年研究而來的 自豪的咖哩呢 太辣了 太辣了 所以大家都不想吃喔 所以大家都不想吃喔 他就不要那麼辣 所以他非常的煩惱 小心 你知道嗎 我知道喔 他講過兩次了 那麼該怎麼樣才好呢 嗯 這很難耶 欸 如果人類沒辦法吃的話 要不要給恐龍吃一下呢 欸嘿 我現在也剛好想到一樣的事情 不是吧 啊 啊 是要賣給博士嗎 博士會負責火食費是不是 真的嗎 所以大家要嘗試一下嗎 所以大家要嘗試一下嗎 真的假的 這麼大盤啊 他看起來就是會吐火啊 不會燒更旺嗎 咖哩是這樣吃的嗎 發生什麼事啊 他沒有變得更狂暴嗎 給恐龍新的咖哩之後呢 吃得很開心喔 雖然沒辦法問本人的感想 但看起來太開心了 看起來太開心了 會吃咖哩的只有他嗎 等一下 房子不會被燒毀吧 旁邊看起來是木造房耶 老闆娘的臉 沒問題嗎 你看到了嗎 剛才他噴火了耶 喔 我看到了 好厲害喔 是因為太辣了嗎 好可怕的人法咖哩啊 良藥苦口 阿呆都講成語耶 怎麼樣 你覺得感想如何呢 非常開心啊 那麼我也來試一下好了 他想要噴火是不是 真是太好吃了 身體突然湧出快感 湧出快感了 辣 好辣 銀河流人 銀河流人法 真的可以噴火嗎 他也很滿足喔 這個人 真是人類人嗎 這傢伙真的是人類嗎 不是啊 你給恐龍吃 那你的收入來源呢 恐龍又不會付錢 這是莫名其妙 呀 我最關心的還是這一片田啊 等一下 等一下 我按錯了 糟糕 收成了一堆還沒長完的 我的天啊 拿到一些沒熟的東西 按太快了啦 浪費我這幾天來的努力 我在想說再讓他多講兩天 應該就會東西都是全熟的 蘭拉子的記憶 大家要準備演戲了嗎 鵝鵝鵝把過去的世界送給人 對 必要的事全都在現在的經驗中 他們大家要準備排演那個戲了 今天晚上聚集在這裡 非常感謝大家 惹惹人的蘭拉子 在夜間的夜間 在夜間的夜間 在學校的研究所 拿到時機器 但是 常常觸碰到的東西 都會壞掉 那怎麼辦 今天還沒問題 目前呢 還沒問題 糟糕 應該不會有什麼不好的事情吧 準備OK 音樂還可以再大聲一點 為什麼要大聲的音樂 耶 謝謝 而且恐竜可以自由地移動 為了讓恐龍不能自由地移動 在街上 他們喜歡的音樂 會流出大聲音樂 原來這些音樂是他們喜歡的音樂啊 喔 要發生什麼事了呢 聽了這些音樂所以他們大家就停著嗎 好 再來是三隊戀人喔 接下來是三隊戀人喔 知道了嗎 知道 Yoyoko 跟三郎 CAP跟梅子 我要跟Lalako 那麼Yoyoko跟三郎呢 麻煩你們囉 交給你們兩個去約會了 所以不用外送拉麵 也可以好好的在一起了 再來是梅子跟CAP 這樣我真的可以嗎 嗯 拜託你了 啊 梅子今天比平常更漂亮喔 CAP你要生死一點喔 恭喜這一隊了 好 最後是我跟小鑫 喔 我想要跟梅子 哈哈 這樣對Lalako很濕烈 剛才廣誌說你們意外的很合喔 恐龍不再變和平的話梅子也會很開心喔 嗯 那很重要喔 嗯 我開始擔心她拿的那個時光機會不會有問題 欸 不要摔下來喔 今宵宴要開始了 梅子在睡覺裡的龍 濃郁的王子和姉妹的伴侶帶走 深呼喘 賣燃燃燃 喔 燃燃燃燃燃燃燭 欸 欸 為什麼會變藍色的 蛤 你到底是什麼人類啊 等下那個…屋頂燒焦了是不是 琅河就范掉黑麵 燃燒焦櫓的屋子上白炎燃 那裡有細光的玻璃在天上伸延 那是百公里離到福岡市內也能看到的 算是好! dora tua tua... husbands of our brothers are very stupid!" 是誰? 不敢去煩我之類? 認為的快活存在就行! standard of time and time! 我好! 全是一瞬的發生! 有! 這樣恐龍回去了嗎? 欸真的欸 不見了 這樣 全的恐竜都在過去世界上去了 大家在慶祝 而且 機械音痴一直在觸摸的東西壞掉了Lalako Lalako 今天也大活躍了 什麼事了 我的恐竜們 可愛的孩子們 我那些可愛的孩子們 那…隨便告訴你吧 對不起! 被他壞掉了 被他壞掉了! 已經很難了 我只能把這些東西壞掉的才能而已 只是用壞的才能 會生氣嗎? 什麼意思 Como 虱 JAKE 哇 壞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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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經很困難了! 電源代錄網不能入 missed э ノ maybe you should just go pro 這算了 america levar 我給你一百個飯糰 十個來買嗎? 十個飯糰 那是甚麼了 博士看了繪本吧 那是…姊妹們拿著繪本嗎 我們以為是姊妹們拿著的繪本 我以為是在這裏拿著繪本來拿著繪本來的 博士拿來看之後呢 他跟博士小時候看的是同一本 小時候的光景想起的悪博士 想起小時候的博士 我家買了一本很喜歡的繪本 那我可以読壞了 祝福的時間 在宇宙宇宙約束的日子 沒想到風邪惹的事 抱歉 然後有點寂寞 非常懷念 可是他又感到很寂寞 小時候的日子淡淡的回憶 那個時候他很喜歡拿著飯糰去遊樂園 然後他會跟朋友驕傲的講這些事 但是他感冒不能去 好可憐 被朋友說他是大騙子 變成大人之後他就利用發明 無視他人 然後把人家的成果盜用 好好好 他做了很多實驗 雖然有很多好的回憶 但也有很多孤獨的回憶 真的是有了很多經驗了 啊 博士的野望 你們大家陪他去遊樂園嘛 那事情應該就解決啦 欸 發生什麼事 回到古代了是不是 有了是不是 古代的町中心裡的日濃宮 哈哈 那當時 九州召喚的日濃湖的村子 喔 他們回到過去了 突然 恐龍的恐龍達現了 過去的人被嚇到了 哈哈 過去的人被嚇到了 這裡怎麼突然墮了一些恐龍 哈哈哈哈 這是那時代的Hihiko 古代的恐龍馬 一彈哪個不足的小子 哈哈哈哈 竟然還有口音耶 這些恐龍到底是哪個部落的人叫過來的 哈哈哈哈 你們全部吃掉 哈哈 好兇喔 他說我要把你們全部給吃了 飯畢 今天晚上吃個燒肉 哈哈哈 等一下 等一下 他們要讓恐龍來幫忙建設 這真是個好提議啊 恐龍們共存共榮 我們要跟恐龍們共存共榮 回到過去不是白二季喔 是古墳時代 他們的行為 古代傳出的Hihiko物語 小心他們的行為呢 就創造了這個Hihiko的故事了 哈哈哈哈 這感覺好像大雄他們也有演過嘛 哇 這樣我們總算做完一件事情了呢 對啊 總算解決了 大家都在耶 欸 太好了 他說沒有恐龍火車可以更準時了 哈哈哈 他想要買那本繪本 啊 如果有30個飯糰的話就可以了 啊 沒有想到那個繪本這麼有名啊 今天才知道 不知道中古價格多少 哈哈哈 惡手價 嗯 我在意的是 對阿 你不進去吃飯嗎 你有看到Kiappu嗎 他找不到Kiappu了 好 趕快 我去幫他找 欸 你在這裡喝酒 人家在外面等你耶 對 趕快去 趕快去 今天有什麼記事 欸 欸 想去遊樂園的博士 不是啊 你不去找一下梅子嗎 哈哈 好多三星喔 我跟梅子約會也是三星耶 喔 他說明天可以期待一下喔 喔 我覺得明天應該差不多要 完結了對吧 哎呀 竟然講這整話 好啦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啦 接下來我猜應該就是要看結局了吧 因為我們已經 第18天了 所以差不多已經要最後了 下一次我們就應該可以直接看完結囉 感謝大家來看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